它有两种的含义 所以咱们讲那个大乘习习论 这个问题讲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还注意到没有 但随缘那就不同了 那就开阔的了 随生缘 真如不守自信 不守自信 什么像都可现 问法就是真如的显现 但是随缘显现了 它可不是真如 那要四线的形象说 体 发身的体是空的 缘 缘起的化身 化身无自信的 真如 虽缘 那就真如产生的肉 能现一切 这就是非非化的 就体上说是空的 就缘上说是现一切像的 一切像就没有自信 还是空的 缘所变化的 缘所变化的就是有 缘有变化的 有变化型 有变化像 有个人打电话 他跟我说 我天天看见鬼 我说鬼就在你心里头 是你自己变化的 心里变化型 自信变化型 他心里有鬼就现鬼 这叫幻化型 化归真 真化合一 这叫圆融性 叫融合 真就是化 化就是真 二性融通三枚印 两个性都用成这些三枚 真 真非真 假的 假非假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是有还是没有 你说没有 大家都把它当成真的 你说有 他没有 你说说 可能大家很多看过《红楼梦》吧 《红楼梦》有没有 《红楼梦》是有 潮雪芹他住那小屋是拿红砖去的 就叫《红楼》 他在编着 他那做梦 在这屋子做个梦 梦也就叫《红楼梦》 这叫《红楼梦》 就是潮雪芹他们家的事 潮雪芹写的《红楼梦》就是他们家的事 这两个人特别的妙 一个姓真叫真是银 一个姓假叫假与存 两人碰到个对的茶馆喝茶 从这开始了 就说出了一部《红楼梦》 都告诉你了 真是银 真事银了 没有 假与存 假话存在着 我写都是假话 真是银家与存 里头还银一个和尚 还银一个老道 一个空空苗苗 空空道人 苗苗就道四 真真假假空空苗苗 空空没有 苗苗的虚荒不实的 那好多人看戏看说 替古人担忧 替古人担忧还流眼泪 做银子吗 假的呀 一切事物你就得这样看 现在不是在北京 石山海 原来是宁王府啊 宁王府啊 修两个去参观去吧 就把那西游记呀都给他 都给他描上了 你要怎么理解呢 把他用到佛教上 一个不便业 一个随缘业 他没有背景 他怎么写得出来 就是他老朝间 如果你再看看 看看康熙皇帝 看看乾隆皇帝 才知道南京制造厂 是皇家的制造厂 就是贾家 他们管理这个问题 对 后来被吵架了 这个事故事是不错的 但是在曹雪芹的笔下 曹雪芹说他自己家里事 穷了 就在西山那盖个小红楼 盖了两间房 这叫红楼梦 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子的 好多小说 小说是什么 告诉你 小说不是真说 不是大说 但是很多人愿意看 信假的多 信真的也很少 很少 越假的 又可以换钱 又可以干什么 把世界人都当成真实这种事 世界人的真实现象是这样的吗 每天看报纸 想看报 想看电视 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吗 咱们是什么也不知道 真正自己在那做的人 各国各国的总统 张全 他也不知道 他做是做 你骗我 我骗你 整个世界就是欺骗 诚实的 哪有 这边跟你和谈 那边打起来了 二次大战 松港洋药 在美国 在白宫正当开会呢 又讲整合谈 他那边就把珍珠港给占了 偷袭珍珠港 那边他外交部长 在美国那开会呢 这边党下手了 这是真实的吗 对 好多的事物啊 这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 变异 随缘吧 这个随缘啊 没有真实的 随缘都不是真实的 不变异是真实的 真实的 三千多年 自有释迦摩尼佛 真实的 这全是假的 你懂得这个含义了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敢讲这 信 咱们是 讲幻境之前 讲了很久的信 还讲个大乘体系论 叫你信 信什么呢 发菩提心 只要我们和尚 这是专业 我们佛弟子是专业 释迦摩尼佛说的 但是人家说什么 我们管他 我们就相信佛说的 说这幻境 可都是菩萨说呀 菩萨说都是佛说的 看着 十谱也好 十 这个 十闯菩萨也好 都是佛说的 佛的印证 佛在座 菩萨言说 可是佛说的 他们说就是 佛要说的 他们说了 你看一部 环境 佛说话都没有 除了佛放光 放光那放光 放了光就说了 敢演说的 都不是佛 都是菩萨 到哪个地 到哪个位 就是哪些菩萨说 菩萨说 就是佛说 而这环境 臣说 岔说 树木 三连 都在说法 将来你们都升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去 水也在说 树也在说 极乐世界那苗啊 是佛画的 画画 也在说 山生随生 一切声音 都在说法 你要在这里找个真的 找个真的 说这就是真的 他们是佛的话所说的 化身所说的 就是报身所说的 所以到法身 法身无所 但有言说 其实是希望 但这有形有相的 其实是希望 那要见到 非言说 非形象的 真实的 那要怎么见 等你正道 先说 微正方之 不是语言 所能形容出来的 只能一坏 不能言传 外道就把这个找到了 找到怎么说呢 我小时候 几岁时候 说那邪道门 要存五字真言 发布存六耳 只能一个人对一个人说 还把那屋子弄得很黑呀 拿黑布都蒙上 知道你什么 观似音菩萨 五字真言 这么和尚拿着公开 让人人都念的 他那打把他当成秘密了 他就有些人信呢 反正有一个道 都要有人找 撒道阴旺 撒人抢劫 哪把什么道 这不是好道 不是正道 制裁啊 抓住枪毙 他也要去做 为什么 咱们是业吗 这叫业障 过去小时候骂人的时候 说你这业障鬼 那不懂得什么意思 学了佛了 谁不是业障啊 鬼不是啊 就是业障 业障哪来的 你自己做的啊 自己作业 给自己做账 摔跟头摔倒了 摔倒了就中了 半身不摔 谁做的啊 自己做的啊 不是别人帮你推倒的 是你自己摔倒的 这个你做不了主 你的心呢 心你是能做的主的 能做的主的 你不去做 为什么呢 这叫祸 这叫祸吧 能做主不去做是迷了 迷了就是迷惑 迷惑呀 想做主也做不了主了 每人都想做主 想做个什么主呢 我想成佛 想成道 想了生死 但是里头 你想这回事 你还有个祸呀 那个祸就跟你搅的 你做不到啊 做不到 每位道友都想成佛 都想了生死 都想得快乐 都想是不受二思苦 垄断烦恼根 办得到吗 办不到也要办 慢慢修吧 我经常说慢慢修 真不说精进修啊 哎呀 我自己惭愧的喊 精进不起来呀 我看我们这个 有 精进的少 懈怠着多 念生死苦 生死苦来 病苦来的时候 痛苦 想发道心 病一好了 马上就懈怠下来了 哎呀病好了 好了休息两天吧 就自己劝自己了 买味都如是 这就叫业 咱不知道祸这么起的 这就叫祸 今天就讲这里吧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发宗 唱讲花言 历红地藏 随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历乐有情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 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 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 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 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慈悲至夜 高雄中山书方 屏东庙云寺 联合举办 大蒙山诗诗法会 恭请赞山法师组法 赞江法师赞同法师领众 日期7月31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恭送普贤行乐品 即佛前大贡 下午1点 护生即大蒙山法会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 大新路175号 恰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 参与询席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请线上表单填写 消灾超建牌位 连结34w.cbzy.org.tw731 高雄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 高雄中山书方 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 起见梁皇宝灿法会 及三师信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宝灿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师信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惠泰法师 慧亮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请务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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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请务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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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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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